那以New Planet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所有的第一類的模組核心 跟其他的廠家是不大一樣的 我們是全系列自主開發 那這個為什麼 因為開發這個不是那麼容易簡單的事情 不然的話就南天飛了 那而且又要做到所謂的音樂跟音響性 都是一流的 最主要的跟其他人不一樣的Class D 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我們的所謂的切換的頻率 是遠比別人高 那切換的頻率就是等同就是說 它是聲音的取樣率 你取樣率越高的話 那你的高音細節泛音結構就能夠越容易的呈現出來 那以我們現在的旗艦的EVO-1來講 它的切換頻率是到700kHz 那700kHz的話大概是等同以外面房間的差不多是 我個人的認為是1.5倍到1.8倍左右 那這個的頻率的話我們是一直在努力的在成長 那未來應該會有更好的呈現出來 我們來突破一個所謂的Class D 一個零界的界限 這樣子 那AMG 部分的話我們是承襲的 我當時有個想法就是說我想要去把EVO的精神 然後帶進我們一個評價這個機種的一個中心思想 那這個中心思想的話造就了現在的AMG 那它的頻率也不低 它的頻率它會落在650kHz左右 它不會說因為它是一個比較評價的機種 那它的頻率就比較低 或者是說比較粗糙 那沒有相信這個是絕對不會有的 我們在整個主導在產品來講的話 從EVO-1的時候的話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看到 就開始去嘗試的完成了EMEGA的輸入阻抗 那我們也做出第一台全世界上第一台的EMEGA輸入阻抗的Class D 這個EMEGA Class D的話 你不是把Class D跟EMEGA加在一起就好了嗎 這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因為Class D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有點類似無線電色頻的東西 那你EMEGA又很容易感應到色頻 那這樣子是不是它的雜訊會在裡面繞來繞去 那或者是會更容易受到干擾 這個的難度在這裡 當我們發展出了EVO-1之後 接下來下一代我們剛講過技術的核心延伸的AMG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想要有規劃的去做EMEGA的全系列 這一步的話就是那個AMG-PRE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新一代的一個面板設計 那它的面板的厚度的話它是採用將近15mm的厚度的鋁 航空鋁塊整個去洗切消出來的 這個就不是一般的中價位的幾種能夠去呈現出來的 然後第二個重點的話它是所謂的採用面板的一種深入的一個洗切的技術 然後字體的部分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字體 NIPA的字體它是浮出來的 它是浮出來的 那這個浮出來的字體的話 光洗這個面跟這個浮出來的字體 其實這個都是要用到將近五軸的CNC才能夠洗出來 我相信這個跟那個Bolder的那個科羅拉多河 科羅拉多峽谷 我們也是遵從它的想法去完成科羅拉多河 但是我們是用另外一種風格去做出來 那這邊有兩個旋鈕的話 這個旋鈕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有一個所謂的頻率跟一個斜坡的一個控制機制 這個是新的一個前級才有的 那它可以調整我們的低頻的微量感的增益跟斜坡 來補足小型系統喇叭在某些低頻段的陷落跟斜坡能量的補足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那這個是所謂的高低增益 那這個的話是相位 所以幾乎在高階的前級來講的話它都有了 那這個機器是E-MAGA的輸入阻抗 而且是全平衡 那這個是後期SDA 很重 那它的一樣面板也是一樣 那這個是音響展的一個Phototype 那未來的部分的話 你看到可能會有點小小的差異 它是帶了搖頭開關 然後加遙控 所以它未來它是支援遙控的功能 那剛剛講提到面板整個的設計跟規格 它也都是一致的 那它跟我們前系列的SDA-9的輸出功能 因為機箱大小一樣 所以我們的Class-D的模組的輸出能量的話也是固定的 差不多是在橋接下的時候是 約260瓦到270瓦左右 那以MonoMono的話大概是125瓦左右乘2 這樣子 那一樣 全平衡的輸入 但是它不是全平衡的輸入 全平衡的輸入 全平衡的輸入 1Mega 1Mega 那它的特點的話就是它的聲音 它是很自然 而且是很 很輕鬆的 080瓦 080瓦